就迪迪每天开心 别挂 等节目报处看吧 好吗 包括今天其实玲玲走 我是有点 有点难受 就是我有一个小问题 你之前没有考虑过玲玲的原因 是因为你觉得我们太像了 暂时不需要花前期的时间来了解你 这样的感觉 还是说我觉得我们俩就是兄弟 不是的 我对他就是你说的那种 什么 因为我们俩是摄友 而且我们俩很像 又很能get 所以我觉得我就没有给他写信 是因为我们俩有什么事我都直接敲门 然后他也会来找我 然后 但是后来好像我去给星哥写了信 之后就这样了 我们俩其实就没什么交易 他后来就追春春了嘛 我们俩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再接触了 我以为他把他当成兄弟 不是兄弟 对 他没有承认是兄弟这件事情 但是在今天他走之前 我都无感 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吧 然后他今天搬走的时候 然后 我竟然有一点就是 你看吧 看吧 就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我的领域是什么感觉 就是 前几季的闪回 你好懂我 然后你 你有不了解我吗 但我说实话 如果真的是恋人 他们这种情感的交流方式是舒服的 就是那种小冤家的感觉 平着 好夸张 但这个挺好看的 真的挺好看的 可能是你人长得好看吧 拜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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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当时好像一下 就戳了我一下 有点难受 有点难受 我吃着 海边 他这个吃饭 那你为什么担心 你为什么觉得今天换了 感觉奇怪呢 他有点失落 想不出来就不说 这经典的强颜欢笑 你笑一笑 正常一点笑 我不正常吗 回个头再过来笑 可能看你笑不出来 他们还是用怼的提克 对 他有脸相处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我真的觉得你很爱玩 谁 可能你表现的状态是爱玩的 或者是你在我面前表现出来是爱玩的 如果我确定了一个人 我肯定不会就是那种以亲别恋什么的 就是我的那个信号就关闭了 对 其实我觉得你对我也不是很了解吧 是的 因为第一天我可能发了个错误 我跟你说 现实生活中我们俩应该很能当朋友 是不是 所以你有没有往那方面去了解 我的天哪 直男觉醒 你心里面是不是有这个芥蒂感觉 这是我的问题吗 表达方式的问题吗 这话你觉得你说错了 对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笑我呢 很简单 我怕你是不是就这样子真的很想笑 很简单 我怕你是不是就这样子真的很想笑 就是因为 怕你觉得我讨厌你吗 怕你觉得我讨厌你吗 对吧 你觉得我讨厌你吗 怕你觉得我讨厌你 怕你喜欢我 你喜欢我 我肯定不讨厌你啊 对不对 我肯定不讨厌你啊 对不对 我肯定不讨厌你啊 对不对 他们是在互相试探 对吗 没有 我觉得玉琳就是脑子还没转过来 他才不会试探呢 玉琳要是会试探就好了 你怎么颜色的样子这么好笑啊 我也不是喜欢你 我的天 你看吧 我就说他没有想那么多 我也不是喜欢你 那你喜欢唇吗 过了好多次了 有好感吧 那你来排个序吧 这个好 这个好 纯排第一吗 他一定是把纯排第一啊 是 然后其他的 不是很排得出来啊 不是很排得出来 白当素有 你排第二好吧 给你面子 你排第二知道 你排第二就算了 你排第二好吧 但这种话别的男生 男嘉宾绝对说不出来这种话 你排第二好吧 室友第二 白当素有 室友第一 给我吧 怎么了 你都包不了吗 很胖啊 这个 没事 给我吧 给我 我 有个虾线 还帮她扒虾 天 心敌何苦 这 谢谢 好好吃啊 吃吧 因为是美女播的吧 可能 是不是好无聊是吧 其实我挺像不正经的 但是我觉得我不正经可能 你就是一个那样的人 为什么要不一样吗 不一样 是吗 你可能分人 你为什么不跟纯这样玩啊 玩的啊 你跟她会不正经 会是搞笑吗 会啊 你希望我会吗 还是希望我不会吗 是不是搞不懂她 我是在护杀试探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别跟她闹 我只跟你闹吗 我只跟你闹吗 确实是在试探 对吧 我觉得她 某一句觉得她懂了 某一句觉得她没有 他们俩有点迂回 脑子疼 就是 如果在这个院子里 你不跟我闹的话 就没有人陪我闹了 你不闹的话 没人陪我闹 这句话做得行 然后我今天其实有点难过 是你搬走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可能这个世界有点陌生的 感觉是吧 因为你觉得 我在这里是你的一个舒适圈 可能是吧 哭了 吐鼻子了 你感觉可欣搬进去 有点压力是吧 她说得蛮准的呀 她很懂心的呀 你可以直接给她说吗 你说你也是比较 想要自在一点的一个人 不敢说 不好意思说 似是故人来的抬头 都降在了自己的头上 怎么敢乱说 太重了 很多东西弄的 嗯 她压力有点大 我觉得 怎么回事 没事 猜一下 她怎么你了吗 她对我超好 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就是因为她 对她太好了 所以她有负担 压力太大了 对 对啊 那你为什么哭呢 你这么难过 我都看得心疼 我不会装花了吧 一点点 她丑吗 有 有一点点痕迹 你别拍我 我打你啊 我给你看一下 什么拍你 看得到 但是 都怪你 怪我 怪我 好吧 怪我 那我现在好看吗 好看 问我打多少分吗 问 你问我啊 打多少分 几分 满分吗 一百 一百二十 我知道 我怎么觉得她们俩 怎么办 有点想哭 欧阳娜娜 你在干什么 好 你的官沛呢 终于笑了是吧 都怪你 好的 是我的错 我觉得女生会被戳的点 还是这个人能带给我快乐 有意思 能逗我笑 我觉得其实其实就已经挺开心 今天晚上她一定会想很多心底 白天是跟可星 晚上是跟玲玲 两种不同的状态 两种不同的状态 这边笑了多少次 你们试试看 对 她跟可星都没有这么笑 那边整一些漂流瓶 把烦恼写在沙上 还不如一笑 闽恩仇 对 他们俩就玩到一块的那种 我觉得两个人玩到一起很重要 一辈子那么久 一定要玩到一起 对啊 好伤 你这两天一直没走过吗 没走过 来 秋千 坐一下 我帮你拍张照吧 好 按给你 好胖 拍手就打鸟 我跟你讲 玉玲有一个优点 真的男生可以学 就是随时随地会帮恋人拍照 拍照 但是得拍得好才行 愿意拍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觉得 表情管理 打开招呼 这儿显然腿好短 我看看 这个呢 咋 你给我删掉 你的手机逛了吗 你去盗我一下 让我盗一下 感受一下 有没有盗的感觉 有盗的感觉吗 这个 没有 这个地方好浪漫 一点点了 完了 完了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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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这个浪漫潮了 走了 走了 你是不是全意是 你看他们俩的肢体接触好自然 你是不是全意是 没有 你是不是全意是 屁股是 太失败了吧 这个地方根本玩不了 怎么 这不挺要玩的吗 你站在我这边 你这脸上怎么都是啊 我觉得擦脸这个动作很轻易 对 他们俩就是挺自然的 对 你有没有要写的字啊 来吧 我们俩一人写一个吧 你要写什么 我不知道 还有你不知道的啊 你不是 你不是大清醒 大聪明 还有你不知道的啊 写一个 祝弟弟每天开心 写一个 祝弟弟每天开心 祝我每天开心啊 好 那我就写 祝灵灵每天开心吧 祝弟弟每天开心 别过来 等节目播出看吧 好吧 对啊 那你不要过来啊 我机密给他起来了一下 可不可以 我挺喜欢的 弯弯的 我占你 走吧 走吧 那我们得从那边回去 那我这里要冲掉才行 好 我要是今天晚上收不到信怎么办 收不到 收不到 你第一次收不到吗 第二次 对啊 怕什么 怕什么 你很想收到信吗 完了完了对 你不想收到信吗 我都可以啊 有喜欢就收到 他们这个时候牵起手来都很自然 完了完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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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